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苍姐 你看起来心情不是很好啊 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需要管理很多很多的动物 但是我根本记不住 怎么才能把它们都记下来呢 他们在说什么 我们听一听 苍姐 你听到了什么呢 喂 苍姐 苍姐 你为什么不理我 对 有了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小鹿不要动 我要画你了 你画的这是什么呀 猜猜看 你画的是小鹿吗 哇 被你猜对了 喂 苍姐 你的小鹿跑掉了 没关系 我再把我的小鱼画出来 啊 苍姐 你看 牛和羊也来了 我知道 我知道 马上也来画你们了 哦 我在木板上画出了牛和羊 哦 我在木板上画出了牛和羊 啊 苍姐 你好棒 是怎么想到的 刚才的两个人在争论兔子和马的去向 他们是按兔子和马留在地上的脚印弄清去向的 既然动物能在地上留下脚印 我也可以把动物画下来 不就记录下来了吗 哇 苍姐 你好厉害 我知道了 就是你创造了文字耶 没错 苍姐造字说的就是我 哇 苍姐 你看 马字动起来了 哇 这是什么字 这个我知道 这个字念马 我怎么不认识啊 你当然不认识了 这是现代字 是从你画的符号演变过来的 真有意思 啊 苍姐 你看 兔子来了 哇 兔子也动起来了耶 我是苍姐 创造了古文字 文字演变到现代 呃 现代字 我不认识 我是苍姐 创造了古文字 文字渐渐的演变 变成了现代字 我是苍姐 创造了苍姐 创造了古文字 文字渐渐的演变 变成了现代字 苍姐 今天真开心 我也是 可是我还有试作 要和你说再见了 我让你再来玩 告诉我现代人的事 好的 再见 餐姐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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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